我是她的前任女朋友 好 这叫全人了 就是你在电话里告诉她说 去查查你的男朋友 是这个意思吗 是 为什么要这样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我就是想让她知道 她所谓的未婚夫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有件事 她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我不是她的前女友 我是她的前前女友 前前女友 在我之前我知道的 她就还有两个女朋友 在你之前还有一个女朋友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你这么就这些树梁 我前任吗 你也是前任 我是想告诉你 她是怎样一个人 难道不明白吗 我之前让你查她朋友 是不是什么都不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朱天诺 她不让他们说 其实我早就想站在这 把这些事告诉你了 她都不让我见你 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也要结婚了 我们也装修了房子 我们连婚纱照都拍了 你知道吗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为什么 因为她在跟我 就要结婚的时候 她在外面 竟然还有别的女人 你能容忍吗 这种人你还敢嫁给她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我俩认识吗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 就算天诺今天站在这儿 她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这都是你说的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她 你今天为什么 还来到这个舞台呢 你不就是想知道她的过去吗 现在我告诉你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知不知道 这些经验 都是我拿生命换来的 我真是服了这些女人 她们的聊天方式 总是容易把问题的老跑偏 就聊在别的地方 我来问两下 可以了 你们俩调换个位置 我问你几个位置 你刚才说 天诺之前跟你 也差点快要绝对 都没问题 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 那时候我们是 父女最好认识的 父母对我们都 挺满意的 我们交往了半年多 就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天诺对我特别好 什么都听我的 后来怎么发现 不对劲了 我那天在 播室里收拾东西 她在外边 打着电话 就进客厅了 她好像是 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因为我听她说 她说她 跟我结这婚 特别窝囊 要不是她爸妈逼的 她根本就不会 给我结这个婚 她从来都没有 喜欢过我 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娶我 她还说 就算跟我结这个婚 她也不会跟那女的 段联系 她不知道你在握什么 她不知道 我当时头脑一蒙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后来 怎么也想不通 我当时想 我愿意为她 做所有的事 只要她能回头 但是我咽不下那口气 我想听她给我解人 她就是不说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 跟她分手了 你对她说的这段 你信吗 突然我只听她那么说 我挺同情她的 但是 她说这个人 完全跟我印象 那天诺 根本都不一样 你印象当中 天诺是什么 印象跟天诺 对我特别好 我都了解她这么久了 你呢 你才不会跟她 出了一年 你就这么相信她吗 稍微卸一会儿 稍微平静一下 平静一下 就恰恰印象了那句话 这两个人在一起 时而互相同情 时而互相诋毁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 就是事故 我其实谁也不相信 我想听这个天诺 出来她做何解释 每一个人 她谁没有历史啊 我有很多前女友 这很正常 但是她每一个 不是我说真的 一个人不能无耻到 这种地步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她喜欢谁 她跟每一个人相处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并不代表说 我今天对她这些都是假的 曾经对你那些都是真的 只要我不在同时 脚踏两只船的前提下 我单方面的跟任何人交往 只要不结婚 那如果你不是同时 脚踏两只船 你是在短十年之内 两只脚这样来跳去的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她内心摇摆不定 这也是她真诚的表现 脚都踏上去了 还摇摆不定呢 但是很明显的是 她和前女友 已经没有关系了 但他们还联系啊 她只是为了提醒现女友说 她这个人不值得爱 老师我容忍不了 明月我问了一下 如果天诺就是她 就是这样的对爱情的灵性 你能接受吗 不能 完全不能 你能接受吗 我也不能 所以我觉得明月你应该非常庆幸 就是刘畅用她自己的一个经历 来告诉你 警醒你 其实这个男人就是一个 你不应该去爱的男人 要不然你的下场就会跟他一样 他要报复这个天诺呀 因为你当初 跟我的承诺和柯 他给你的承诺是一样的 所以他要站出来揭露他呀 他说的话才是最真实的呀 你真是你真逗 我真不认为你的逻辑到底在哪儿 你刚才说的话 正是我要反驳你们的话 没有没有 我觉得刘畅 听我说完 一个怀有怨气 甚至于不敢承认 自己对天诺还有感情的人 他说的话 居然你还相信 刘畅你现在有新的生活吗 没有 你现在从你之前 那个感情里面跳出来了吗 很显然是没有 就是啊 这样人的话怎么能信呢 他就在说着自己跳出来 他在说着假话 他说的话能相信吗 你对于明月是嫉妒吗 不是 我真的只是想提醒他 他是善良的在去提醒明月不要布他的后尘 像他一样做一个傻女人 这个人都伤害过你 他此时此刻远离你是对你最好的一个结局 人家是有判断能力的一个成年人 人家过什么生活是人家自己的事 关我们一毛钱关系吗 而且我还想这么说 其实任何一个前任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修养和素质 就是跟前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说所有的前任 请和你的前任离得远一点 好 这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男人 两个女人不同的角度去来争辩这个男人 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朱天诺他是什么样的 我们真也没有看到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从两个人描述当中好像完全是两个人 就算天诺他是一play boy 他不能改过自新吗 嘉然你改本性难移 他可以抛弃我 他也可以这样抛弃明月 他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在提醒你 你太好心了吧 不是你太好心了吧刘畅 三年了 我要是你我就承认 刘畅绝对是在拯救你 可以了可以了 太乱了太乱了 我要留 不是什么 我要天诺 天诺出来吧 我终于知道女人为什么世上这么厉害 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女人就因为一个还没来的朱天诺 炒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朱天诺未必智商还高 他就把他们四个人弄得血脉膨胀在这 我乐意啊 我就是乐意啊 你们未必是敌人 也未必是朋友 但是因为一个天诺 把你们俩搅和在了一块 在没有变清敌我关系的前提之下 不要动怒 天诺会不会来到现场 要不要他来 要 要吗 要啊 他来了他也没办法否则这些事实 好 与天诺相联一年后 明月因为他的专一体贴温情 而同意结婚 而前女友刘畅 婚前的电话骚扰 在明月看来 是对天诺未熄灭的爱 或是某种抱负 而在前女友刘畅口中 天诺是一个 背信气异男孩 仅仅出于好心 天诺结交的女孩 她都会好心提醒 如果刘畅所说的全是虚构 即将结婚的天诺 为何在此时选择沉默 如果明月心中的天诺 才是真实的 那么刘畅这样的经纬 真的是出于报复吗 而对未婚妻明月的质疑 面对前女友流畅 信誓旦旦的好心 以至沉默 并最容尽有电话骚扰的天诺 会来到现场吗 刚才你所说的 不管天乐怎么样 哪怕是抛弃我 我也乐意呀 我不是说他抛弃我 我乐意 那你是说什么 是我相信他杀了我的 所以你认为是不会被抛弃的 我有自信 对 那如果他是真抛弃你呢 我先抛弃他 他今天不来的话 我不能在一起了 不对呀 你开第一扇门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 我也纠结吗 图老师 要我也不能来到这 第二 天诺来了 亲口承认 以前的历史 他陈述的是事实 你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 懵了是吧 我怎么办 我确实懵了 这有什么好懵的呢 如果他说的是句句属实 你要做的就是 立即把嘴离开呀 我要听听天诺怎么说 我说如果天诺说的 就是他说的 你怎么办 我要听他解释 我不知道 你完蛋了 我不能一散毙了他 我要听他怎么解释 我相信他 他是有男人之眼的 向来远浅 奈何情深 既然情色起 何以生肖母 就是认准 是吧 我看的 其实会给我认准 我也不知道 让我们非常气愤的 到这里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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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好 大家好 我叫朱天诺 今年二十六岁 来自谁啊 你站干嘛离 站他离那么开干嘛 我一起来想站那边呢 我看他站那会过来的 哎 他还凑近一点 你就是天诺什么 那你是个重守承诺的人吗 你知道你今天来干什么 我知道 那你我想请问 几个简单的问题 你对这位女生 曾经有过承诺吗 有过 你守了这份承诺吗 我没有 没有 你对这个女生 有承诺吗 你会守这个承诺吗 会 哦 那就说你还算不得上 是一个 丑承诺的人 因为你第一个没守 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守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 是一个 如你名字所说的 是一个 信守承诺的人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是吧 对 我问你天诺 他说都是什么 你要跟行伙的是吗 会上热的台了 你今天别紧张 你今天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 我给你那么长时间 我相信多久了 所以说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不要把这件事 来这样哈 接下来你们三个人 好好把这件事 尝清楚 一个一个来 行不行 你愿意 你先挑 你愿意站住 站好啊 接下来是刘明玉 刘畅 刘畅 朱天诺的告白时间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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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不可能 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知道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 我妈妈病有多严重 你知道那个时候 她一个月做三次手术 你知道她第三次手术 跟我说什么吗 她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 所以说她才把你介绍给我 我想 无论是你 还是任何人 我都 我都觉得 你 应该会答应我妈 这不是重点吧 是那个女人吧 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 电话我都听见了 其实 根本没有那个电话 我只要那天 我只要你在卧室 我故意打这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 我觉得这样 你别鞭了 你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这种假话 你骗谁呢 我有必要鞭了 那时候我妈都爱中你 是自己知道的 陪我妈那段时间 你以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 既然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 他跟那些人联系 不就有什么跟人联系 不再来 你去哪一天 就知道 那我根本没给你 就是你 你那么我 下一次 你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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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